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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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学们 到这边来集合 同学们 潮湖夏令营寻宝之旅现在开始了 潮湖也被称为怀军文化的摇篮 晚清名臣李宗章就是在潮湖训练中国怀军 李宗章 中国怀军 寻宝之旅现在开始 你们答出三个问题就能找到宝贝 第一个问题是 这座祠堂叫李公子 大家知道它的用途是什么吗 李公子就是祭祀李姓仙人的祠堂 没错 那它是为纪念谁而建的 哦 这个 好 游戏规则如下 一 先是一个小时内 二 第一个找到答案 返回原地并回答正确的获胜 请大家尽快 记住 一个小时 赖皮 还没说开始呢 怎么办 都过了二十分钟了 还是一点线索都没找到 哦 干嘛突然停下来啊 你看 这是李红章的画像 刚才老师不是讲过 李红章曾在潮湖训练怀军吗 这个李公子一定是为李红章修建的祠堂 对 对 等等 不对 啊 为什么呀 你想 如真是李红章 那老师前面不都说出来了吗 你说的有道理 应该不会这么简单吧 继续找吧 啊 哇 哦 有了 要不让阿图帮帮忙 你就知道偷懒 嘿嘿 我这不是偷懒 是想找李红章爷爷打探打探 你就是想偷懒 图图是我最好的朋友 I love you 好吧 就这一次啊 嗯 激动穿越模式 啊 啊 这次穿越怎么不凉了 李公子不见了 哦 我们已经穿越到公元1892年了 那时候李公子还没有修建 当然不见了 啊 那怎么办 别着急 或许我们能在附近找到什么线索 只能这样了 这有个礼服 我们进去看看吧 他们为什么看不见我们啊 因为我启动了引擎模式 所以他们看不见我们 嘿嘿 啊 咱们这到底不是要追满 不知道啊 我们先跟着看吧 没了 一宫行程初年 督炼香槟 教贼汉换 公仔丧子 请于河朝两亿交界势中之地 朝湖中庙之旁 捐建砖祠 列入四点 他在念什么 好像是那些人 要为什么人建紫堂 今日来诸位为我父亲李文安 联名尚书捐建李公子 李公子 请大白宴席仪表谢意 退了 喝酒去吧 谢中堂大人 这个人是 李红章 我明白了 阿图 快带我们回去 好嘞 时间快到了 有谁知道答案 进入倒计时 五 快快 时间快到了 四 三 我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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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尔 怎么没反应啊 回来太极 引擎模式没关 我知道 是乐乐 你说吧 这座李公祠 是李红章 为经验自己的父亲 李温安 修建的 建于公元1892年 乐乐回答完全正确 大家为他鼓掌 最早这座李公祠 修建时规模十分宏大 可惜后来 很多都毁于战火了 其实这边石头上有介绍 哦 哦 哇 嘿嘿 时空的漫游 淘气欢乐不会驻足 追逐着的旅途 永远奔跑无拘无数 乘来兴亡满满宇宙 岁月如歌总有喜记 向前方 来向中锁的第一步 第一步 路程都伴随着 小雨潮湖的故事 曾是谁的原因 潮湖里的风帆 迎着太阳升起 我已悄悄飞过 星空没有痕迹 光与你同行 记下成长的美丽 你的眼睛和你的心里 记录着生命成长的意 我们漫游 我们漫游 欢眼伴着泪水 我们漫游 感受着人间倒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初音乐